记者今天从省委政法委了解到 辽宁省政法机关损害法治化营商环境问题查处暂行办法 之前正式出台 办法明确了包括有案不立 有访不接 案件九托不办 九审不结 以及司法执行难等十类损害法治化营商环境的突出问题 今后 各级政法机关将指定专人负责群众反应的问题线索 逐渐编号登记建立台帐 调查核实 问题属实情节严重 需要追究有关人员党纪政务责任的 移交纪检监察机关处理 涉嫌违法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本台报道